在国IF设计中在日前公布新称 在文化电缆旅游航当中 但我们是文化教权包办三行 分配是空山座 也接着去两罐 以及两电车转空枯 这三个作品 其实会得奖反映的一个 谭世文化局 在整个这种区域的文化治理 它如何有效地去彰显 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特色 然后透过一些设计的手法 既让在地的文化的文理 可以被彰显 然后也能够吸引 很多对文化有兴趣的朋友 能够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 都乘坐更多空山座 以后行刷公团为基地 电视由杨树家和社区基民 生活环境共創的众地杨树作品 每一段古板都经营多个人条 不然带东帝方法电 也到处处出 选择自己的家门冲心机 每一段文化去两棺的文化空间 是让人感觉舒适 放山和穷曼灵感的文化丢色 两点恰恰横幅 将村口专为 活动够有丢业 与活动够有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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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去释述五三头 这一口跟嘉然大专 各三个作品各自在 比如说龙旗啊 然后也有当然有在 比如夜市道文化馆就在我们 比如说旧游的辅城区内 它其实是分散在各地的 那这整个其实都反映了一个 我们对于整个台南文化的发展 的一种比较适应台南文化的 这种多元性 然后地域的那种广域性啊 等等其实是一起考虑的 那所以其实三个不同的 这种设计的策略 其实我觉得都最后都 都发展出了一个 蛮有效的设计沟通 因为其实设计就是要做 有效的沟通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 我自己所理解德国IF设计奖 为什么最后 让这三个作品得到肯定 另外在中的 还有台湾文化冠的台湾 东部文化的电 为给出设计到新级的科技总体 更加上清晰的文化旅行 去印很多个人前往上 文化就表示 刚才空山座已经结束 其他三行电纳 也在进行当中 欢迎民众来到台南 感受无感的文化逢美 咱来新闻也上海 综合报道